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農業氣象 我是主播彭啟明 在這個新的一年了也祝福大家 能夠風調雨順國泰名單 尤其是風調雨順對我們農業來說的話特別重要 要風調雨順 其實天氣變化很快 有點難 只有靠收看這個氣象預測這才是最重要的 請大家持續收看我們 那這個禮拜的天氣還是東北季風的影響 時強時弱 還沒有到達有強烈冷氣團或是冷氣團 來的這個機會大致上都是類似這樣的狀況 中南部穩定的陰風面 那基本上 中南部是比較穩定的東北角陰風面 那深夜開始的東北風會略微的稍微增強 南方的海面風浪會比較大請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那最近的要稍微注意兩件事 一個是台中區農改廠所提供的 洋香瓜 這個 離染的國府病時 會帶來大量的病菌 需要趕快移除這個離病的果實 那避免二次的感染源 這個就是有時候染病 第二個呢入冬後 這個有些害蟲會非常的活躍 這是高雄區 農改廠提供的 通常在紅豆的嫩葉 影響到光和作用 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那最近的天氣來說的話就是典型東北季風行的天氣 所以 各位可以看都很類似 都很類似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也還看不到很強的冷空氣的這個影響 那預期呢會持續在未來這一兩個禮拜的時間 請大家 稍微穩定還好啦 沒有那麼的冷 大家可以稍微放心 那陽光會出來也請大家多 珍惜最近未來一個禮拜 雖然是有東北季風來 但是東北季風大家就覺得還好啦 所以大致上呢天氣是穩定的 就是迎風面偶一些局部短暖陣雨 那中南部呢西半部都是很穩定的天氣 那花蓮呢來說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局部的短暖性的陣雨會發生 所以大致上天氣都是很穩定的情況 哪裡會下雨 其實很難下雨啦 頂多就是迎風面 這個就叫迎風面 那禮拜三可能比較多 禮拜四禮拜五 所以其實大概都是迎風面比較多 中南部都是很穩定 那最近的這個近海的風力還有浪況也要稍微留意一下 基隆 彭嘉宇的基隆海面呢是平均風4到5級 震風7級 中浪 浪高二轉一公尺 新竹陸桿沿海呢平均風7到8級 震風10級大浪浪高 4轉3再轉2公尺 東時安平沿海呢平均風6到7級 震風9級大浪浪高三轉2公尺 而亂比沿海呢平均風7到8級 震風10級大浪浪高四轉3公尺 成功台東沿海呢平均風5到6級 震風8級中浪浪高是1至2公尺 花蓮沿海呢平均風5到6級 震風8級中浪浪高1至2公尺 宜蘭蘇澳沿海呢平均風4級 震風6級中浪浪高二轉1公尺 那另外一個呢是離島的部分 金門沿海岸呢平均風6到7級震風9級大浪浪高4轉3再轉2公尺 變小一點點 澎湖沿海呢也是一樣 平均風6到7級震風9級大浪浪高4轉3再轉2公尺 綠島南嶼沿海呢平均風6到7級震風9級大浪浪高3轉2公尺 吊玉台海面呢是平均風4到5級震風7級中浪浪高2轉1公尺 馬祖海面呢平均風5到6級震風8級中浪浪高1至2公尺 那另外呢就是潮汐預測喔 基隆市的中山區呢是中潮0.29分14.53分 竹北市呢是中潮2.22分3.04分 那台中市的武器區呢是中潮2.16分14.55分 台南市的江津區呢是中潮1.23分14.46分 屏東縣的恆春正呢是小潮11.21分21.55分 台東縣的成功正呢是小潮10.19分21.50分 花蓮縣的花蓮市呢是小潮10.21分21.49分 宜蘭縣的投城正呢是小潮11.09分22.08分 那另外一個呢是離島了喔 金門縣的金湖正呢是小潮3.02分15.54分 彭湖縣的馬公市呢是中潮2.22分15.26分 台東縣的蘭嶼鄉呢是小潮10.08分21.51分 蓮江縣的南岡鄉呢是中潮1.29分14.14分 另外一個呢就是溫度的波動喔最近的南北的溫度波動是有的 但是其實低溫來說的話不會低的太低 就是北部北部還有15 16度左右 南部來說的話16到18度左右 白天呢也都會回溫 所以最近呢其實有一點還算還蠻舒服比較穩定的 請大家好好把握 沒有冷氣團來在冬天這個時候 像這樣就是一個典型暖冬的特性 請大家呢好好珍惜 好好這個可以開始進行一些該有的農事的工作 不會太辛苦 但是多留意就對了齁 就是東北季風十強之弱 但是沒有冷到非常的冷 請大家好好把握 以上是今天天氣 吃贓 北季風十強之弱 在登山上